水蜜桃挂件新手教程4 中长针勾好了之后开始下一个针目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然后穿过下一个针目带线过来 线在勾针上是三个线圈绕线脱掉前两个绕线脱掉后两个 再下一个针目还是一个长针 带线过来两两推线 两个长针勾好了之后下一个针目是两个两卷长针 勾针绕线两圈然后穿过下一个针目直接穿针进去带线过来 线在勾针上是四个线圈我们还是两两推线 绕线推掉两个绕线推掉两个绕线再推掉两个 这是一个两卷长针下一个针目还是一个两卷长针 勾针绕线两圈穿过下一个针目带线过来 绕线推掉两个绕线推掉两个绕线推掉最后两个 这是一个两卷长针下一个针目是一个长针 绕线一圈穿过下一个针目带线过来 让线脱掉前两个脱掉后两个 下一个针目还是一个长针 让线两两退线 接着下一个针目是一个中长针 穿针进去再先过来三个线圈 让线一次性脱掉 然后还剩下最后一个针目 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锁一针 同一个位置再入针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这一半就勾好了 我们开始勾另外一半 另外剩余的半针 剩余的半针是在两个线的中间 这个位置入针都是两个线的中间 也就是剩余的半针 接着我们下一个针目是一个中长针 在这个位置入针 勾针让线一圈直接穿针进去 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把线头藏进去直接带线过来 现在勾针上是三个线圈 让线一次性脱掉 然后下一个针目是一个长针 再下一个针目是一个长针 再下一个针目是一个两卷长针 绕线两圈直接穿针进去 线头始终放在勾针的上方 绕线两两退线 再下一个针目还是一个两卷长针 然后再下一个针目是一个长针 再下一个针目还是一个长针 下一个针目是一个中长针 再下一个针目是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针目我们做一下引拔 直接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我们还是做一下引拔 这样一个小叶子就做好了 这个小叶子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后面的线头我们直接断线 这一片小叶子就做好了 这个小叶子我们需要两片 大家自己再勾出来一片一样的吧 接着我们来勾这个狗 然后我们先取出线同样的拿线方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用锁针起针法 绕线成为小的线圈 我们这一次勾七个锁针 大家自己勾完 七个锁针勾好了之后 接着到二勾短针 一个小微子就是一个针目 我们再倒数第二个小微子上面 直接穿针进去再线过来 然后绕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都是挑这一半的辫子进行编织 总共是编织六个短针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吧 六个短针我们勾好了之后 锁一针 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我们全都勾好了之后 接着进行组装 它的组装其实很简单 先把这一个梗给它缝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这个叶子缝在这两边 这个叶子不想缝的话 我们直接用胶粘上就可以了 缝在这个上面固定住就可以了 这两个线头我们直接藏起来断线 我们把这个线头直接藏起来 一会儿把这个叶子直接粘在这上面 大家自己把这个线头藏起来吧 我们把这个叶子给它涂上适量的热绒胶 然后粘在这个桃子上面 就这样给它粘上 最后我们挂上一个钥匙扣 这个水蜜桃小怪家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